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巴野党的建议,下准备条巴为齐主王爷进京帮忙整顿齐务,可万万没想到这是巴野党设下的圈套,巴野印刺暗中勾结巴为齐主王爷,并在齐主王爷进京的当晚便接管了丰台大营和西山瑞剑营的防务,又勾结九门提督龙和多,整个京城的兵力全部掌握在巴野党手里。 巴野党自以为此次政变万无一失,因此在第二天朝会上对雍正皇帝的态度极为恶劣,甚至提出巴王义政的观点,目的就是架空雍正。 由巴野党掌握大权,这次政变是雍正即位以来遇到的最大考验,可非的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,满朝文武大臣竟然无一人替皇帝说话,任由巴野党在朝堂之上群魔乱舞。 最后雍正曾经为其掌灯的心,可壮的实在看不下去了,出来仗义直言,却被九爷骂得狗血喷头,最后竟然被弃得口吐白目。 雍正此时才发现自己竟然如此身丹力薄,他从未如此绝望,关键时刻老臣张庭玉挺身而出,引经据点反驳巴野党说,并没有什么巴王义政,这对于巴野党是致命一击。 因为巴野党好不容易从点击中,找到了这样一条借口,是被张庭玉反驳的体无完肤,雍正欣慰地看着张庭玉,可是终究挽回不了败局,因为此时的京城已经是巴野党的天下,此次朝会巴野党大有夺权之势,所有人都认为雍正王朝将就此终结,可谁也没有想到巴野党忽略了一个人,竟然扭转了局势。 十三爷在五子红州的提醒下赶忙收回兵权,一切安排夥当之后,又入宫稳定局势,巴野党本来以为十三爷并入膏肓,自然也就没有提防了。 可没想到十三爷和雍正皇帝的情谊如此深厚,在威纳时刻竟然撑着并起为雍正搬回医局。 此次政变巴野党的计划,因十三爷的出现而全部被大乱,这也是巴野党的最后一次机会。 不久之后,巴野党就遭到了灭顶之灾,而巴为其主盟里一看局势有变,也纷纷求饶,雍正王朝总算没有被颠覆。 十三爷印祥是雍正最应该感谢的人。 当初,如果没有印祥,雍正就不可能顺利击尾,而此次政变就是靠印祥挽回危局。 巴野党党羽虽多,但大多都是酒囊饭胆,而雍正皇帝势力虽寡,却牢牢地笼络住了十权人物。 二者高显历劫,参考人县,雍正皇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